长篇玄幻小说 万古至尊 作者 太医生水 李纯阳眯着眼睛看着孟武 嘿嘿笑道 小子 这妞还真不错呀 屁股又大又翘 好生孩子 李云霄白了他一眼 别乱说 李纯阳故作恍然道 我明白了 你肯定心中另有他人 那这个收作小的也不错 对了 那个大的是什么人 带来给爷爷看看 李云霄竖起根终止 毫不客气的说道 滚 报名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一共有2330人报名 其中50强者27人 剩下的都是武士修为 秦岳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之情 这些可都是将来王国的支柱 现在全部被他收入囊中 也就等于把握住了王国的未来 演舞场上黑压压的全是人影 钟离山登高一呼 顿时全部都安静了下来 他目光有如利刃 逐一扫过全场 陈神说道 你们都是学院最为出色的学院 六十年前 正是你们的先辈 组建了第一支学生军 抗击反贼 拯救天水国与危难之中 现在 敌国大军围困昆金城 国家安全危在旦夕 果而 我也学习仙人 将你们聚集在这里 为国出力 为国出力 全场学员纷纷群情激昂 一个个热血沸腾 钟离山示意安静后 继续说道 这次将由秦岳王子殿下亲自主持 以后秦岳王子也将带领诸位 走向更为辉煌的未来 演舞场上顿时爆发出强烈的掌声 众人一个个双眼当中露出狂热的神情 能够一下子变成王子殿下的亲信 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 钟离山的目光朝秦岳望去 突然他双瞳皱缩 骇然地盯着李纯阳心中大震 李纯阳抱以一个哈哈的笑意 钟离山恶然之下 这才敢肯定 对方果然是进阶舞王了 他心中也大喜 这么多年来 自从肖亲王受伤后 就再也没有对手 可以好好的爽快一战过 李纯阳悠然的神色 立即刺激了他的神经 顿时双眸微凝 将身上的气势骤然放开 形成一股绝强威压 好似蛟龙腾空而起 狠狠地扫荡过去 李纯阳冷哼一声 双手一合身上的气势 骤然凝聚成一道弧线 狠狠地破空斩出 一道道刺目的割裂之声传荡开来 轰在那微压之上 顿时形成不小的龙卷之力 在盐武场上疏然轰散开来 大量的微压余波被直接卷入上空之中 还有不少余力从四周吹散开 周围的学员纷纷面色大变 受阵之下站立不稳 大片的人员朝身后翻倒过去 这个时候 再蠢的人也知道有人暗中交手了 纷纷骇然不已地撕下张望 钟离山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请秦岳王子殿下为大家讲话 那些学员看着钟离山满意的模样 纷纷都是莫名其妙 李纯阳则是目光微沉 神思不定起来 除了两人外 也只有李云霄看得明白真切 刚才交手之下 老爷子显然是落了下风 他微微一笑不以为然 钟离山是成名已久的武王高手 实力在四星级别 而老爷子不过是一星武王而已 两个人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秦岳登上台去 那种久居上位者的气息也弥散开来 让底下的一众学员纷纷摒弃宁神 静等他说话 秦岳微微一笑 尽量的让自己放松下来 朗生说道 我今天只说四点 第一 凡是报了名的学员 每人奖励三千金币 第二 若是有人战死 家人享受五品军官抚恤待遇 活着回来的 每人再奖励三千金币 毕业后直接晋升五品军官 第三 立下功劳的 全部收编成我的轻位 有多少收多少 底下的学员顿时欢快的炸开了锅 只要不死 就有六千金币 就算是死了 家人按照五品军官待遇 领取抚恤金 也可以终生无忧了 而且毕业之后 直接晋升五品军官 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的馅饼 普通学员毕业 除非晋升了武师 可以直接进入正国神位 否则都要从七品随军做起 等到晋升五品 至少也是十年之后的事了 而第三点 立下功劳便可以直接成为王子清位 这完全就是一步登天了 若是将来晋月可以登基为王的话 那便是国王清位 身份甚至不在朝中一品大员之下 这些优厚的条款 顿时让那些未曾报名的学员 纷纷瞪大的眼珠子 懊悔莫及 至于第四点 晋月高声说道 这次你们祖军 我决定任命李云霄为统领 带领你们上阵杀敌 任何人不得违抗 寂静 所有人都是同时停止了声音 钟离山也是眉头一皱 李云霄更是张大了嘴巴 想不到晋月竟然如此决定 怎么 你们不服 晋月淡淡地扫过全场 没有人敢吭声 突然一人高声说道 的确我不服 除非他能打败我 另外一个角落也有人喊道 我也是 哗啦 全场所有人的目光顿时落在两人身上 等看清楚两人之后顿时微微了然 自从李云霄一招打败蓝悬后 整个嘉兰学院敢说挑战他的 也唯有小风云榜排在蓝悬前面的那两位了 林宇和白成风 晋月微微笑着说道 年轻人有憧憬 敢挑战是好事 我喜欢 云霄 你上来吧 可千万别输了 让人家打我的脸呢 李云霄一阵苦笑不已 若是这个时候退缩下去 晋月的确是面子大丢 他现在正是树立威望的时候 当然丢不起这个脸 无奈之下 只好出列走到了阎屋场面前 目光在林宇和白成风的身上扫过 淡淡的说道 你们两个一起上吧 阎屋场上再次沸腾起来 小风云榜排名前几位的 都是众人心目中的英雄偶像 他虽然一招打败蓝玄 但多少也有些运气的成分 现在竟然要以一条二 林宇和白成风 更是好像受到了侮辱似的 脸色怒气上涌 唯有钟离山心中大震 刚才只顾看着李淳阳 却忽略了李云霄的存在 这个前段时间还刚刚进阶 一星五世的学员 怎么就突破到了八星 不可能 这绝无可能 他内心大震 断然否定了 这十来天接连突破八星的想法 但神识扫过之下 无论如何感知 都是货真价实的八星五世无疑 他的表情顿时有如 被人掐住了脖子的鸭子 变得异常怪异起来 李云霄走上演舞场 正是当初一招击败蓝玄的所在 不远处 自己的雕像还凌空而立 在阳光照耀之下 大日如轮 左边的林宇 疏然一跃而起 手中长枪点出几道枪花 双脚轻轻踩在枪尖之上 跃然而下 他这漂亮的一手 顿时赢得了满场的大声喝彩 林宇长枪横力 怒道 李云霄 你也太猖狂了 李云霄淡淡一笑 有实力猖狂又如何 是否有实力 还等接我几招再说 林宇身躯一沉 长枪犹如弹簧般弹射而出 整个人一跃之下就跨过树杖距离 身后带出一连串的残影 朝着李云霄的要害刺去 好快啊 好强的枪势 所有学员都是大吃一惊 靠在前排的更是感觉到 耳膜被空气爆破之声刺痛 钟离山也是眼前一亮赞道 彻一枪如虎如龙 隐隐有虎啸龙银之声 灵雨区区三星武师 能够施展出来 当真是天赋不错 李纯阳瞳孔微缩 内心不由的替孙子担心起来 他虽然知道李云霄不简单 但并没有真正看过他出手 对方三星武师 如此跨越极限的一枪 怕是五星武师 也未必能够接得下来 有模有样 龙虎枪法 我今日便要降龙扶虎 李云霄瞳孔当中 射出一道奇异的光芒 右拳举起 跨出一个马步 平淡无奇的推了出去 往那枪尖上轰去 嘴里轻声笑道 孟白 看好了 你不是一直要学俯虎拳吗 为师现在就教你 什么 俯虎拳 所有人都是眼珠子瞪了出来 施展俯虎拳本也无可厚非 但以肉身抗衡枪肩 莫非他脑子出问题了 武者有元气护体 固然可以不具刀枪 但李云霄本身实力 就比对方低了一个境界 竟然还敢肉身硬抗 砰 一拳轰在枪尖之上 发出悬兵的震颤之音 一圈圈的荡漾开来 李云霄修炼的霸天炼体诀 乃是天下制阳制刚的炼体之术 身如金刚水火不清 真的躺住了 怎么可能 所有人大惊 钟离山和李传阳也是惊得掉了下巴 好啊 好厉害啊师父 师父好厉害 加油 孟白一见 顿时激动的大叫起来 李云霄施展的俯虎拳 跟他从黎叔那学来的一模一样 但黎叔却不敢肉身挡枪 凌羽心头大震 从枪身上传来的反振之力 让虎口裂开 几乎长枪要脱手而出 虽然不知道李云霄是如何做到的 但明白 如果再不全力施围 怕是再没有机会了 解封 枪若猛虎 枪若游龙 龙虎咆哮枪 他的身躯微微腾起 长枪骤然解封之下 顿时化作一道道的光影 腾空飞出 竟然是无数的猛虎游龙之影 从四面八方咆哮而下 将李云霄吞没进去